去年尼泊特台风重创了台东地区 国内有许多位的知名画家们决定发起意卖要帮助台东 在现场来了很多民众来欣赏画家们在现场作画 而且也争相要和这些知名的画家拍照留念 一起携手来重建台东 国内知名画家们在画馆内举行了意卖画展 因为尼泊特台风让台东全面受灾 让画家们决定意卖自己的画作 超过八位以上的艺术工作者将自己珍贵的画作 带到现场让民众欣赏 其实我是跟着我先生过来的 那看到这么多的民画家来这边很热忱的参与 东西的东大的意卖活动 我觉得很感动 他们都不会尝试 都会把最好的作品拿出来参与意卖 知名画家杰丽小子将民众速写画作当场开卖 因为是以漫画的手法作画 画风十分有趣 录画的民众也开心不已 这次受邀台东大学来参加这个有意义的活动 因为去年的风灾受到了相当的冲击 那台东这个美丽的校园需要大家的协助 一起捐画的捐画 然后这个收购 券目 然后来将这个画展的这个善款 能够用在台东的大学的建设上 其中画家宁美会以超值价格每张一百元 意卖出去 让许多民众纷纷抢购 在短短的一个小时内 将三十幅以上的画作全速售出 我当然是很高兴 因为这次呢 要做一个意卖的活动 所以呢 我特地用小幅的作品呢 来跟大家分享 那透过这个作品呢 因为它是一个很轻巧 而且它的功能又很广泛 例如呢 它可以当母亲节的卡片 或者是朋友的生日卡片 或者是呢 随时跟人家见面的礼物都很方便 许多画家是以前曾在台东旧学或是创作 提供了将近两百项画作意卖 而意卖的捐款将全数捐赠给台东大学 将过去回损的建筑能够恢复完成 台中大学 在 记者 蔡丞翰 台东市报导